航母作为军事强果的象征 考验着一个国家综合制造业水平 因此能独立造出航母的国家少之有少 目前服役超过三艘航母以上的只有美国 中国很快将成为下一个 航母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需要的关键技术非常多 整个建造过程非常漫长 就连经验技术最成熟的美国 在福特级号航母下水后 历时三年才服役 反观中国首艘国产航母 自下水后才两年时间 就已经开始加班涂层 交付在即 速度之快超出美国人的预料 建造国产航母能有如此效率 除了中国综合工业实力和科技的实力外 还与幕后的2400人息息相关 据介绍 国产航母集合了许多科研工作者和施工者 仅汉工就多拿2400人 他们分为几个班组 在航母上24小时轮班工作 愿以继续地在各种复杂坚固的环境下工作 才让国产航母如期出现在我们面前 除了航母 我国很多领域都离不开汉工的身影 其中有一个传奇代表 被称为中国汉街第一人 中国最强汉工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认识 汉街工程专家潘基兰教授 国国核电站 高铁 航母等高端设备 都需要紧急汉街风力建造 而潘基兰就是为这些工艺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60年代初 他就实验成功 用于核反应队制造的亚护汉 实现中国独立生产的第一套核反应汉街工程 还有价值牵引的 居于世界领先的 爬行士 毒汉机器人等 他的许多发明为中国高端制造业提供的技术支持 其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 创建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批汉街专业 开创了我国汉街学科 不仅有潘基兰教授这样的领头羊 还有能够在0.33毫米的管壁上 汉街3万次以上 为保证精度10分钟不眨一下眼睛的 中国发动机汉街第一人高凤林 还有更年轻的传承者 在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汉街项目中 22岁的宁闲海成为了世界冠军 正是这一群默默奉行的工匠 才让我国越来越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t of to be!